大家好 我是香港小甜心 今天又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通关情况 这里是在香港的尖沙嘴地铁站 人流量比较密集 人山人海的感觉 香港现在已经全面开放了 过关香港免河里免河川检测了 各个地方过关香港的都是免隔离的 过关香港也不用河川检测的 现在终于有好消息了 1月份开始香港和内地免检疫通关了 因为香港和内地马上快要通关了 所以各个关口呢 人员啊 商铺啊 全部开启复工模式了啊 现在深圳湾口岸过关名额呢 每天已经增加到3500个名额了啊 但是呢 预约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因为下个月香港和内地免隔离通关了 很多人都在等下个月再回了啊 因为核酸检测报告加5天的隔离啊 加餐费啊 也是要好几千的 大家呢 都不想浪费钱 香港和内地通关后呢 回内地免隔离0加3了 回去呢 不用酒店隔离了 只要居家休息 或者是不要去人多密集的地方就行了 尖沙嘴的地铁站能流量很大的 特别是晚上下班时间年轻人很多 大家都下班了吗 都回去 回去了吗 准备坐车回去了 大家发现没有 在香港的街头啊 大家穿衣风格都是比较休闲的啊 你看 大家都喜欢穿运动鞋 然后呢 衣服呢 都穿卫衣啊 运动 运动型的啊 休闲型的啊 主要以舒服为主啊 以舒适 休闲 舒适为主啊 和它们的优独单 太早饭又快点 哦 反正 就用小伙子 哦 满是什么啊 这才能购乱呢 没什么啊 这里说是稳定了 不过二次的点 我今天会说那天后面 kids 会不会有什么啊 我太老实了 我真的没有过业了 我太乡了 我太老实了 我太老实了 这么orld了 我太老实了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很誇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